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谈到所谓的Revolution的概念 就是什么东西是改革 革命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讲这Revolution 从拉丁文叫Revolution 然后这是转变 应该是基本的改变 那很多东西一定要注意 时代在变 空间在变 别人在变 你一定要改变 没有办法不改变 那不改变呢 当然就会有蛮多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就竞争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问题 竞争就是面临着要改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Revolution Revolution这个在里头就是有点 在回到原始的形态 不变 那这个是一个 目前就在讨论 像很多华国的电台都在讨论中亚等等 欧洲的集市的改变 他们讨论这两大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们就要谈 Arelation就是异化的问题 异化问题这是一个 所谓自我异化 然后发生东西脱离的疏离感 产生改变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写期我们会跟大家讨论的 那再来我们讨论到整个问题点 现在表面集市上 亚洲好像生产出一个强大的强国 强国 可是这强国到底真的是强不强 那这个强国 跟欧洲跟美国的强国 有什么不同的差异点 欧洲点他们是会讨论到 1%跟99%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目前我们在分 所谓的左派、右派 还有整个问题 那1%是掌控核心的关键的少数 但是它控制很大的失业 那以前我们讲的叫贵族 或者金族 或者是等等 可是现在 其实这个还是存在1%的 那我们就讨论到 Vastry里头有个电影 叫做Golden Gecko 那里头是讲Money never sleep 钞票不会睡觉 然后它里头讲了一个东西注意 它说不管是熊市或牛市 熊市可以赚钱 牛市也可以赚钱 但是唯一的就是猪不会赚钱 猪是99% 所以不管是多头 还有空头 利空或利多 大师都会赚钱 那我们各位是1%还是99% 这都是要注意 亚洲的强国 它绝对不是世界上的1% 在世界的竞争 第一名叫做Winner 第二名叫Roser 第三名就死掉了 所以第一名是Somebody 第二名是Nobody 第三名就是Body 世界上最多只有一名 第二名都是死的 要记住 所以亚洲强国不见得是强国 那我们知道分析它为什么不是强国 因为它不记有世界最强的国家的四大优点 它一点都没有 所以强国是空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亚洲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台湾大概也不值得骄傲 那我们知道在强国里头 在美国里头 其实1%是很少的 99% 他们在所谓的对抗华尔街运动 其实这里头也值得我们讨论 所以我们把它分析起来一下子 1%享有的优势在哪里 这里头在Yosef Stiglitz 他有讨论到 美国1%的人有特权 他掌控有无数的优业的前线 99%没有 一直在对抗 然后我们讲 有没有可能99%会 起得优势 这我们高度存疑 尤其我们用后面来分析 我们是觉得 有点困难度 然后你就看一下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在谈竞争者另外一边 任何东西 要懂的东西 你就要懂得所谓贪婪是好的 但是贪婪你还是要拿到第一名才有可能 如果没有第一名就没有可能 像台湾有讲第一名 对不对 就一天到晚讲过期的第一名 现在在土城建议里头 那个不是重点 所以第一名不能够讲过期的 一定要永远的赢人家才有可能 那我们看一下 再来 1%的优势在哪里 这是我分析出来的四个特点 第一个 医血技术跟生物科技 这个如果你要消灭一个地方 你可以放一点传染病 放一点基因改变的东西 对方就准备 种族就准备消灭 第二个政治跟宗教 宗教是很重要的 欧洲的 美国的政治 不能跟宗教脱离 所以我们在谈欧盟课程里头 我们一定要谈蛮多的宗教 那你不要讲说 我们为什么谈宗教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核心要想的重点 第三个就是经济 经济的游戏规则 经济怎么玩的 那我们刚刚讲 如何玩钞票 如何玩衍生性金融商品 如何玩所谓的泡沫经济 如何玩杠杆理论 如何炒泡沫 如何炒得很大 后面既然用QU1 QU2 QU3 继续赚钱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你要了解 最后要讨论的 最后你有争执的时候 要解决的时候 就进入法律游戏规则 法官是站在哪一边 法官用什么想法 所以这是四大点 四大点 你看亚洲 哪一个人可以主导 哪一个国家可以主导 全球性的医学技术 跟生物科技 政治宗教 经济 还有华丽游戏规则 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就不是强火 你就是有问题了 即使他是一个马堡 然后上面有六个或十四个 要靠他养未来 马堡如果是jobless 失业了以后 整个经济就会垮掉 所以他们在讲 目前他们的优势叫做人口红利 但是有些东西人口红利会被改变的 那我们看一下 后面呢 99%呢 享有哪些优势 第一个 他有很多自然的生命 运动 做短跑 长跑 锻炼身体 身体培养得很好 可是 这个 人们敌得了基因科技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他有投票钱 普遍的投票钱 跟贤起钱 但是这个可不可以剥夺 可以 对不对 他把你制造类似 他以前托管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国家 然后 搞一个强能政治 我们不是有移民跟他在那边打来打去 对不对 就他季节道歉了 对不对 他就培养那种国家 那种国家 还是可以解决 人口红利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 经济是靠人口红利 可是 以后是有可能会改变你 第四个点 单纯的 个人争议呢 法力在99%里头 可以帮你主张你有正义 可是 互杂的组织性的正义呢 抱歉 不一定 所以99%人 拥有的潜力呢 其实是很不稳定的 你最多只能抗议 但是 你有没有可能呢 改变整个世界 还是 你还是要被操控 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那我们看一下 第六个问题 进行中 且未来的战争呢 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呢 未来的 现在的问题 现在IT时代呢 大家 很多东西丟在营端里头 很多资料呢 现在你开个电脑 是不是会比较慢 他整理时间会比较久 因为你的资料 慢慢都被在人家收走了 那这个问题 你是99%还是1% 那你凭什么对抗 1%的IT的有潜力的人 我们从IT的事业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进入到后面的BT时代呢 也会一样 然后进入到 所谓的股票市场 操纵股票 你可以打赢他们吗 然后你进入到 我们的后面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 所谓的游戏规则的问题 然后进入到所谓 新科技机械人时代 用机械人的时候 以前的机械只有 第一次工业革命 只有用两种图形 一个叫做方形 一个叫眼形 这样就可以使汽车可以动 使东西可以重力可以压 这只有用两种图形 那现在的机器人的动作 它更多的图形 更多的动作 那可以期待人类啊 那你人口红利就没有了 在新基因科技时代呢 什么叫人类的定义呢 人类呢它可以不死 可以替换器官 对不对 以前我们没有汽车时代呢 马是很重要的东西 在美国呢 通马的话要被绞刑 因为马是很重要 可是等于有汽车了以后 动物力就不重要了 那等于有机械人的时候呢 人力就不重要 人口红利就不重要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jobless 失业 会有 那你怎么处理 那百分之一怎么来处理 这些失业的人 百分之九而九的人呢 如何要求他的潜力 所以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那六点二呢 宗教跟政治的冲突 是百分之一主导 还是百分之九而九主导 短暂当然是百分之九而九 可是精切的看呢 应该是百分之一在主导 人口红利呢 随着新科技机械人时代呢 而消灭 改变 那麽还是圣楼的强国 会不会消灭 所以不必有什麽好高兴 所以我们还是知道 真正的点在这四点 这四点呢 就是我们未来要竞争 要讨论的 那我们藉由欧盟法课程 我们可以知道欧洲人呢 对于这部分呢 他们其实蛮有研究 可以透过他们呢 还有跟我们的对话呢 我们可以获得 这些学期可以获得 你可以当你的时代 当自己的主人 那我们非常谢谢大家 早安 我看到你们提醒我 第一个学期 开始读法律的时候 我跟五百个学生 开始读书 很恐怖 跟你们一样 都要坐在那个地板 因为这个是刚刚德国 德国统一的时候 那个学校是刚刚开学 找不到地方 在电影院要读书 每个地方 无论有位置 他们就上课 那你们比较好 最好的 你们有电脑 你们真的一个教室 还有这个时候 没有什麽电脑 更复杂 我是一个德国人 我会讲一点点中文 可是你们才听到 别人 有了另外一个德国人 讲中文 你们一定记得我 你们那个讲调 是有点特别的 我们用那个喉咙讲话 中国人讲话 中国人 台湾人 那同样的语言 你们用你们的嘴巴 你们的石头讲话 我不需要开我的嘴巴 我可以从这边讲话 有点复杂 真的很难 为什么我这个跟你们讲 此堂课我们讲 中文跟英文 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老师讲 中文有的时候 那个连教授 会帮我们翻译 因为他的 他更厉害 他中文当然 台语 德文 英文都很好 有的时候我会讲课 我说帮我翻译 忘了那个词 我们希望 有的时候 你们也 跟我们对话 跟我们讲话 告诉我们 你们讲什么 你们的潜意 谁解到我们的欢迎 如果你们开始讲英文 看你们干不干 我很希望 那如果老师 直接跟中文有小小的问题 那你们的英文有小的错误 还是大的错误 我们也不会生气 试试试看 我知道这个是有点难 你们还是学生 学生讲话是真的有点复杂 我还记得 我上课的时候 我最可怕的是 老师问我一个问题 我真的会很怕 我都挫财后面 问题是挫财后面也没有用 我会看到你们 OK 试试看 这堂课不是真的很 那个formal 你们要说什么 把你们的说 抬起来就可以说 也是 不是真的一堂课 我们希望你们了解 我梦的情况 就好了 欢迎你们 OK 所以 我要不出一点点 我们有三个题目 我们常常会推起来 无盟的情况 亚洲特别台湾的情况 为什么 欧洲跟台湾有一个大的差别 虽然台湾现在是一个 发达的国家 可是 三十年前 台湾在开发中的国家 大部分的欧洲的国家 已经发展了很久 所以 你们台湾人 现在遇到的问题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这样的国家 二十年前 开始遇到同样的问题 譬如说 事业率很高 犯罪率很高 老人化 你们慢慢 开始遇到这个问题 在德国 已经是 蛮严重的 我的意思 不是台湾要应用德国的方法 可是有的时候 看别人 别国家遇到什么问题 就看他们有什么方法解决 哪个方法有效 哪个方法没有效 可能这个方法是蛮好的 我刚刚说犯罪率很高 问你们一下 你们觉得德国的犯罪率还是台湾的犯罪率是高的 比较高的 你们觉得呢 随便做 你们没有办法知道 那怎么 你觉得呢 德国 中国比较高 对 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 这个是对的 台湾是一个蛮安全的国家 可是我觉得你们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跟我说 哎 台湾的犯罪率真的很高 常常有这个 常常我觉得 大部分的欧洲人会说 还是美国人会说 好像没处在那么安全的一个国家 台湾最难的是什么 最危险的 交通 真的交通 你们觉得吗 我朝上当那个国小的那个子宫 我帮那个学生过路 因为我的女儿在这边读书 我真的已经两次抓到一个小孩 拉到后面 差不多被车子转到 好 OK 所以对起来 欧盟跟亚洲的情况 Social crisis 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个题目 现在真的 世界上的情况真的有点差 世界变成蛮复杂的 嗯 还有 还有 有什么方法 解释 那个 社会的危机 你们 我们一直说 社会的危机 你们觉得 有哪个危机 遇到什么困难 哪种的危机 应该蛮多的 应该蛮多的 一般来说 我们谈的那个问题 应该在这边 是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差不多每个国家遇到这个问题 台湾 德国 可是没有一个国家 他找到一个方法 解释这个问题 嗯 一个美国人现在会说 然后呢 是真的一个问题吗 Social alienation 后来那个 连教授 应该上三个礼拜 会跟你们说很清楚 应该靠马克思的那个理论 对的吗 那这个我不太知道 我是法律毕业的 这个是连教授 比较了解的 可是应该你们对那个 异化 有自己的观念 不是真的跟连教授 讨论的那个问题 是真的这样的 可是差不多 请问 谁觉得现在的 还是目前的政府 真的代表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利益 你现在问很多人 我不是讲那个 DPP跟CAMTE的问题 这个我不敢说 这个在台湾非常危险 我怕你们会丢 你们的鞋子到我 这个你们知道吗 那是一个小布希 那个前冲筒的小布希 在那个阿拉伯的国家 好像有一个演讲 还是什么 就一个人非常神奇 脱他的鞋子 脱他的鞋子到小布希 所以我不敢做 可是在每个国家 我们有一个感觉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要上班 没有错 这个错 这个 可是好像我想要的 跟我政府做的 差很多 我一直看那个新闻 他们重视的问题 跟我想的问题 差很多 刚刚是陈小说说的 当然我们现在要谈 欧盟危机的那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 以前德国银行的代表 跟你们谈的 他一般来说讲英文 可是有的时候换到中文 他是蛮好笑的 这堂课一定有意义 我们现在在德国 发现那个问题 可是我猜得出来 在德国那样的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 你们不觉得那个 家庭的价值的 那个观念改变很多 还是完全不猜 还是是老人的想法 老人的观念 台湾会慢慢遇到这个问题 台湾的那个 为什么 在去过一个那个孤儿园 有没有去过台湾的孤儿园 我建议 如果你们有一点点空 去一个台湾的那个孤儿园 当那边的子宫 你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 虽然台湾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可是太多小孩 没有爸爸妈妈 会照顾他们 采悟做那个问题是 也蛮复杂的 以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事情 现在越来越不重要 譬如说 我的时代是比较难的 我们超工作 一定要超很远 我本来是懂得来的 可是因为超工作 我要搬家到南部 差不多500公里 那后来那个工作的情况不太好 彩虹到那个柏林 差不多300公里 我们现在都换来换去 搬来搬去 可能你们那边一定 三分之一的人爸爸在大陆工作 因为要 没有选择 台湾还没有那个问题 可是我猜得出来会出现 在德国 我们发现 有些家庭 不是真的家庭 他们完全破坏 妈妈爸爸不炒股小孩 小孩不听妈妈的话 后来爸爸 开始怕自己的小孩打他 很恐怖 比如说 我当那个检察官的时候 警察者晚上半夜 两点去一个家 他们看到一个小孩 好像八岁 还没睡觉 看到另外一个小孩 是一个小baby 在那个地板 在旁边 是破坏的那个玻璃 妈妈在旁边做什么 喝酒 不关 那就那个警察说 你不觉得这个是很危险吗 真的吗 后来他们发现 这个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不知道 他不关 我们特别在柏林汉堡 在有些地方 人完全没有那个工作的管点 生活是很乱 想睡觉 睡觉 想吃 就吃 跟一个动物一样 不是你们联房家的时候 OK 可能你们晚一点起床 可是你们吃早餐 做一个事情 吃中饭 做一个事情 吃晚饭 晚一点睡觉 可是你们那天 有点整理的 可是他们的生活 完全没有 有的时候 十二点早上起床 软跑 吃东西 睡一下 到早上四点 才睡觉一下 就说 生活是完全破坏的乱的 有些人觉得他们犯罪无所谓 社会的规定 法律的规定 对他们没有力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老人话 OK 这个台湾已经遇到 哪个国家有最难的 应该大陆很快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做什么 本来 五个大人 十个大人 要养一个对 对象的人 现在呢 越来越近 在德国 现在好像比率是三比一 三个人 一个人没工作 这时候有什么影响 后来 我们都没工作 谁帮我们 后来谁工作 人都太老 可是有什么方法 我们一定要改变 可是怎么会改变 很多人会认为 这个应该是道德的一个问题 人现在没有道德 人想什么 Facebook 剪 只翻 碗 可能很多美国人有那个想法 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我很难说 很多台湾人 还是从别压出国家 人觉得OK 德国的那个社会福利是蛮好的 可是呢 那个社会福利真的有用吗 也是很难说 可是我们在德国发现三代的人 还没有一个人工作 爸爸没有工作 都用那个社会福利 儿子用社会福利 小孩用社会福利 当然他们或下去 可是这个真的是我们的生活的目的 一部分的人 三代还没有工作 不是他们不要工作 可是他们很难离开这个情况 也是很多台湾人 谈的那个问题 嘿 为什么我们不要给那个 Child Benefit 现在台湾的那个出生率多高 一个女人有几个小孩 台湾的 0.7 猜猜猜低了吗 Oh God 0.7 OK 我不能太看不起 因为德国也不太好 1.7 可是最少的一个国家 需要的是2.2 这个是最低的 也不是一个梦想 可是最低的 为什么我一直说 一个女人有多少小孩 对科技来说 男人不太重要 可能女人比较喜欢听 OK 所以德国有什么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给那个 Child Benefit 请问你们觉得这个有用吗 一个德国人的一个小孩 是差不多一个月八千块 这个有用吗 你觉得你有八千块 你养得到一个小孩吗 这个是一个补助 可是没有很大的用 还有我们可以说 如果那个Child Benefit 有真的那么多用 为什么德国的女人 也不想三小孩 所以应该没有很大的用 所以我们也谈很多 为什么目前人 都不想三小孩 为什么 我们也不太知道 有很多原因 最简单的说法是 应该是不对 那人不要 太刺激 太刺激 小孩是一个压力 是一个麻烦 有的时候是对的 对不对 郑老师 有的时候 小孩是一个大的压力 有的时候 可是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原因 哪个原因 人怕没有工作 还是什么 很难做 可是我们知道 那个Child Benefit 其实它的用法不太多 OK 我们会谈 一个问题 那个信仰我不太敢说 差弃 差弃的问题 我们会谈很久 本来德国人 自己认为 我们没有什么差弃 跟谈悟 从2005 还是2002 开始 我们越来越发现 好像自己的观念太好 我们发现 其实差弃很多 可是问题是 每个国家 也要讨论 哪个是谈悟 哪个是差弃 哪个是有点关系 什么时候 我帮一个人 是真的帮 是朋友的关系 什么时候开始是差弃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一个那个 德国的一个大大案子 兼德国的总统 可是德国的总统 没有那么多权力 不是跟台湾的总统一样 其实它的地位不太高 这么说 可能它有个道德的问题 它以前跟一个朋友出去 那就那个朋友 赴他的那个饭店 他的菜等等 不太多 好像以前无缘还是什么 金额不高 可以还是不可以 嘿嘿 你们开始想 嗯? 你们开始想 我是一个德国的总统 可不可以一个朋友 听我吃饭? 应该可以 我猜得出来 总统也是一个总统 问题是 这个朋友一个公司 这个朋友一个公司 那个公司跟其他的部长 有些来往 他们凭他 用他的故人 OK 现在这个公司 是政府的故人 是政府 不是总统 可是那个总统 那呀 他请他吃饭 赴他的那个饭店 有没有贪污 所以有很多 这个是很难分别 什么时候是贪污 什么时候是贪污 什么时候是关系 最后那个德国总统被告 要下台 我们也发现了 每个国家有贪污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贪污 没有一个国家有比较好的人 所以有什么预防的措施 很多人觉得 没关系 法律要越来越严 越来越严 就让人不会做 不会犯罪 这个有用吗 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是最严的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对那个贪污的问题 法律真的蛮严 可是好像也没有很大的笑 因为常常听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 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科 不一样的老师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喜欢你们回答我们 你们刚刚已经开始一点点回答 我希望每个礼拜越来越多 OK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自我介绍 我叫Lucas Lian 那中文的名字更好记 浮龙海水一场 莲浮龙海水一场 所以浮龙 Beach 叫我浮龙 Beach也可以 那我们在选这个课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考量点 就是说到底我们已经 欧盟的课程已经进入第八 第九学期 那我们的这个课应该在台大的历史上 应该是创纪录的 因为几乎每一个学期都超过两百个人 那我再猜这一次会超过三百个人 那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在介绍欧盟的法律跟欧盟的社会 欧盟的文化的时候呢 其实经常是用台湾中亚洲来做对照 来做比较 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尤其是上学期开始呢 我们已经变成开放课程了 那我们知道开放课程呢 在Oxford的OpenCourse 或是这个Yair的OpenCourse 他们的是对整个世界的 就是说你在非洲你可以进入网站 然后我要听What is justice 听这个耶鲁跟Oxford的开放课程 那我想我們這個課 我們的取緒也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選擇這個課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這個非洲開飯館的華人 他進入我們台大課程 也可以同樣的聽到我們所有的 因為我們這裡有所有的課程都有錄音 而且都有文字檔 然後我們都會出書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會選擇Crisis and Reform A Dialogue of EU, Asia and Taiwan 這很明顯的就是說危機和改革 事實上我們在經過那麼多年 而且2013年台灣的代表制是什麼 假 虛假的假 假的食物 假的民主 假的環境保護 最後假的人 搞不好是假的總統 那這個假就是到處一語道破我們所有的 我們講異化 Alienation 異化 剛剛講Alienation 德文講Enfendum 這個異化 其實異化變成台灣話叫做假 就是人已經不像自己 不像自我了 總統也不像總統了 一個縣長用著這個土地徵收的名義去把人家土地搶過來 把人家拆掉 讓人家去自殺 沒有事 連縣長都是假的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危機 可是危機會產生 危機會產生什麼 隨機會產生災難的 Disaster 危機是會產生災難的 所以我認為 我用英文來講這個 One of the important target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know the time spirit and to find out the purpose of the time As Heger said In the modern understanding The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and scholars to know the crisis the mainstream the power the structure of the evil which shake the foundation of our society and threatens the hope of a better future If we can penetrate the root which is corrupted by the monopolized evil powers from the historically developing social alienation then we can find out the solution of how to overcome the crisis through a reform a renewal of holistic conception to solve the social alienation 所以一個時代 一個高等教育的真正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找出時代的精神 黑格爾在他的哲學裡面就講到 什麼是哲學 哲學必須抓住時代的脈動 就好像一個醫生一樣 你手伸出來 我來跟你拔脈 那這個時代的脈動 你只有抓住這個時代 知道這個時代的病是什麼 你才會知道怎麼去解決 那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 在黑格爾叫做時代的精神 Tiegeist the spirit of the time 這時代的精神是什麼 那其實時代的精神 在我們看起來是這個時代 這個精神已經腐朽了 孔夫子所講的朽木不可凋野 其實不是朽木 是朽人 虎朽的人很難再去塑造他成為一個好的人 所以這個時代的精神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一個高等教育呢 就必須要去抓住 到底要教學生 鼓勵學生 去抓住這個時代的脈動 去找出這個時代的哲學是什麼 所以哲學 馬克思講一句話 雖然我們不是馬克思信徒 the god of the philosophy is not only to interpret the time but to change the world 就是說你哲學的目的不是只要解釋這個世界 或是瞭解這個世界而已 哲學的目的是要改變這個世界 所以事實上它有改變 所以我們在課程的設計裡面呢 特別強調什麼是crisis 什麼是危機 那什麼是disaster 那我認為台灣不但已經從危機轉向成為政治 社會的災難 那這個災難已經讓人在這個社會中自我異化了 就是台灣人已經 台灣竟然2013年得到了一個conclusion就是first 就是假假的 我們不盡量懷疑說我們到底有沒有存在 我們的存在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我們的智慧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選這個課的目的 目的是要讓各位同學從自己的角度去觀察這個社會 去觀察這個異化的社會 甚至去檢驗我們自己到底有沒有在這個時代中自我異化了 所以我們當然是用馬克思的這個elienation 德文叫enfreundum 那馬克思的異化就是說 一個人辛辛苦苦工作 結果他的成果被這個主人 被這個資本家把他搶走了 就像那個郭台銘一樣 郭台銘很有錢 可是他把人其實是有點當作奴隸在用 所以我們說到底這個時代有沒有奴隸 各位去想想看到底有沒有奴隸 其實有非常多的勞工是被當奴隸看待 我們要去用我們的智慧去審查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就是說高等教育的錯誤在什麼地方 我們的教育中心 他的程式是鉛成的 之外 中國的學生 現在把學生吾到學生的確實 你看到我們去看 我們來讓我們在一起的學生 去生成一個分散的 即使在大學的平安 真正的 新的人 who can see the real corruption of the monopolizing power who is ready to confront the errors and deficiencies of our time who has the courage to engage a real reformation to himself and to the whole society 高等教育在我們過去失敗在什麼地方 就是其實高等教育一直把學生鎖在象牙塔 然後高等教育一直把學生就變成一個井底之蛙 尤其是台大最高學務 全世界擺明以內的台大 事實上我們對社會的認知都是有點象牙塔一樣 我們談的是純理論 但是也沒有辦法去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要讓學生從這個象牙塔裡面走出來 從井底之蛙走出來 成為一個敢勇於面對這個時代的 勇於去分析時代的 勇於去看 就是有那個智慧 能夠去判斷時代的腐敗在什麼地方 這樣的學生就有機會去reform himself 就去改變自己 然後甚至可以reform the society 改變這個社會 所以這個機會是很大的 The philosophy of our time must develop the science of the philosophy into a soci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ocial crisis the collective alienation, the spiritually inspiring source full of greed and fraud, lies and dishonor 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 我們所有的讀書的方法要改變了 以前我們是不斷的copy別老師的思想 不斷的去把以前的教科書再背一遍 我們是用背的 其實我稱之為教育的奴隸 你只是一直在重複別的東西 可是時代在變了 可是你用二十年前馬克思的詩來講現在 這是不對的 你應該自己要去發揮你的智慧 去分析 去判斷 去批判 這個時代到底錯在什麼地方 你要用你自己的嘴巴講出來 到底什麼是集體性的異化 什麼是社會的 從根產生的腐朽 什麼是政治上一個結構性的貪污 壟斷 剛剛陳老師講的 一個percent壟斷其他99人的資源 到底為什麼發生這種那麼嚴重的這種集體的異化 這個是我們要考的 所以事實上這是一個challenge 這是一個挑戰 挑戰就是第一個要認知你的危機在什麼地方 基本上還有 在一起 社会 公共uir、国内相ids、 pergunta民进 kung亚 公共的建立儿传地、管理事实 intervene、 民主的合法制禁止法ict为什么 在法制角 对当王chlagen的中央 如果在我们,原理事实是我们在这次变化 就是人 你假如說不從你覺醒出來 能夠去分析這個異化 分析社會的危機 不公平 然後甚至去認知 中華民國到底怎麼被結構性 從結構性的方式來進行他的稅的暴利 付稅的暴利 付稅的不公益 有錢人不要付稅 然後18% 金公教他可以18% 可是對不起是你們付稅的人 還有低階收費的人 要去補這個18% 因為這個18%是從你們的稅來的 這種結構性的不正義 為什麼是可以存在台灣 為什麼他們可以領18%的利息 可是你現在存在影響有沒有超過2% 絕對沒有了 可能人民幣會超過2% 可是台幣不會超過2% 這叫做結構性的不公益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讓未來的領導人 你們都是未來的領導人 可以知道我們是有智慧去看著清楚 這種結構性的壟斷 從根裡面的腐敗 從根裡面 這個是歷史上累積出來的 沒有人說一天就腐敗了 而是幾十年腐敗下來了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個新時代的一個哲學家 一個學者 或是一個我們台灣最高學戶的人 應該有這種力量 真正去認知這個時代的危機 So we have to start our enlightenment Suppare the order Dare to think Dare to search the truth Dare to become a thinking subject Dare to speak your own thought Dare to express your own conscience 康德在他的 What is of Klerung What is enlightenment 什麼叫做啟蒙 那在啟蒙的時候 他講到一句話 啟蒙的一個座右名就是Suppare the order 我們英文叫Dare to think 勇於思考 那為什麼要勇於思考呢 因為他說在傳統的人 傳統的教育 我們有這個陳教授幫我找答案 有這個學校台道會幫我提供標準答案 那宗教的牧師會幫我提供這個存在的真理 所以反正我只要順從這些人呢 我根本不用動自己的腦筋 因為動自己的腦筋太辛苦 那康德說錯了 因為你只是一個單面向的 或是你只是一個思維上 學術上的奴隸而已 為什麼 因為你不斷的抄別人 你不斷的copy別人 我在漢堡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每次都把老師講的話就背得很好 結果老師說 對啊 就給我打60分 第二學期給我打61分 我就去找他 結果老師說 對啊 你的答案都對啊 可是你怎麼一直在copy我的思想呢 難道你自己不會創造出新的東西 你自己不會用你的語言來講你的話嗎 你是我的影印機嗎 漢堡大學絕對不教育影印機 而是教育會思維的人 那這個也給我一個挑戰 之後我就會跟很多同學講 假如康德的這句話 勇於思維 就是人必須在無時不刻 運用自己的理性去認知 去表達自我 去讓自己能夠完全是當自己的主人 而不是當台大名老師的奴隸 或是 我知道我們台大的學生 背是一流的 可是只會背 但是你還要 會詮釋 你還會跟老師對話 你還要跟老師能夠批判 最後你說 對不起老師 我贏你 為什麼 我用我的創造性的思想 所得到的成果是不輸你的 至少不輸你 但是這種對話 他就是在黑格爾所講的辯證 所以在啟蒙運動的勇於思維 這是康德提出來的 可是在黑格爾就提出說 真正的思維是往前推的 是要靠辯證來往前推 所以德文叫 dialectic 英文叫 dialectic 然後中共的翻譯就是辯證 思辨辯證 那就是說人在思維 他的理性在成熟之後 他懂得跟客觀的世界辯證 他懂得跟社會辯證 他的正反和 他真理中有妙物 妙物中也存在了真理 所以真理跟妙物它是不斷的辯證 所以你的理性就是必須要發展一種辯證的能力 敢於跟老師對話 敢於批判老師 敢於創造自己的思想 把自己心中的智慧的一些種子能夠發展出來 當然聽起來很抽象 但是黑格爾說一點都不抽象 因為大自然本來就是從辯證的架構出來的 大自然 上帝創造種子 這個種子長出樹出來 樹長出果子出來 種子非樹 樹非種子 可是這個果子非樹 樹也非果子 可是這三個加在一起 才真正完成是一個種子的辯證 一個真正的生命 種子會變成樹 樹變成果子 果子的種子又掉到地上 又長出新的種子 生命是這樣透過自身的辯證在成長 生命才成為實在的 所以整個reality 整個實在是因為大自然 上帝給這個大自然本來就是一種辯證 你小時候 你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爸爸媽媽因為愛就懷了你 之後你長大 長大你要比較很努力才能夠考上台大 考上台大以後呢 一個國家領導或是社會的領導人 你結婚了 然後你又懷孕了 女生才懷孕 男生不會懷孕 可是你的下一代也這樣子 所以生命的正反核其實是成為一體的 人只有在小孩就是在小孩子大人 以後長大 以後老的走了以後又新的一代 這樣的不斷的辯證呢 生命才成為一個成長 所以黑格爾說對不起 假如一個真的知識 它也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活的 你的知識必須要是活的 所以真正的知識都是活的知識 真正的知識都是辯證的 為什麼 因為就像有生命的有機體一樣 它會一個種子 種子不是樹 可是它包含樹的所有潛能 樹這樣的一個有生命的一個知識的系統 才是我們要追求的 假如說我們的知識只是不斷copy 只是不斷的停留在種子 或是停留在樹 或是停留在果子 那都不是生命的整體 所以辯證的啟蒙運動呢 讓德國的這個學術界的產生很大的變革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很多人 就是說還是以前一樣 因為德國也有法西斯 那教育的法西斯呢 就是老師是威權 學生你不要你點點 你就copy我的 你這聽我的就好了 但是一個真正的啟蒙呢 是讓學生自己成為一個能動的生命體 學生自己會成為種子 樹 果子 會開發結果 會把你的知識裡面變成一個有開發結果的一個樹 你的每一個人生命都是這樣的一個生命體 沒有一個生命體是死的 所以人的認知 我們的知識跟我們人的生命產生異化的時候呢 我們就以為說只有老師那才是知識 我的不是知識 那對不起 其實只有你的理性成為正緩和 你的理性成為種子 樹 開發結果的時候 然後這個種子掉到地上 又可以產生很多很多的樹的時候 你的生命才是一個活的 活體 是organic 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們的課程裡面有包括生命文化 就是其實真正的高等教育 它是要讓每一個人的知識是活的 是自己創造的 是自己可以生長的 而且可以不斷的研發 所以這樣的一個辯證的理論 事實上是影響整個歐洲的 人家說啟蒙的高峰是在黑格爾 所以黑格爾就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假如你的認知 你的精神 你沒有提升 變成一個活的 能夠自我辯證的 能夠跟老師辯證的 跟社會辯證的 你假如自己沒有活的話 那這個生命是一個死的生命 那死的生命產生出來的知識是死的知識 然後這個知識就永遠在那邊 copy別人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1跟99 事實上我要用一個比例來講 其實假如我們的知識或是大學教育 有99%都在copy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那就就是學術的譯化了 因為真正的學術是有生命的 可是被譯化的知識的是什麼 是人已經變成精神的奴隸 學術的奴隸了 因為他沒有自我 他只能copy別人的東西 然後用別人的權威來證明自己存在 那康德講對不起 你suppella order you have to become a thinking subjectivity 你必須要自己成為一個思維的主體 所以在我們講 我們在綜合這樣講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把 才問 What is what is aufklärung 那我們剛剛講suppella order 第一個元素就是你必須要自己勇於思維 Dare to think 而且是無時不刻的 讓自己的理性是活的 而且你的理性不能活 不能因為老師的權威而被熄滅 不能因為教育的法西斯 我以前當高中校長 看到那個國中生 高中生很可憐 因為教官常常要處罰他 常常處罰他 而且是非理性的處罰他 那時候我就想到一件事 我說 為什麼教育是跟法西斯結合在一起 後來才知道說為什麼 因為一個執政的掌權的 他必須要透過教育的法西斯 來幫你洗腦 那你被洗腦以後 你就 對阿 這個要愛國家 可是國家不需要愛你 可是國家用你的稅來用 他去貪污 可是你必須要把這個 為什麼國家只有享受的權利 可是沒有保護人民的義務 你開始會去批判性的去想這個錯誤的結構的時候 你就是做到這個康德的所謂的sappella order 他說sappella order 勇於去思維 是啟蒙運動的一個左右名 你把老師這個sappella order 就寫一個拉丁文 寫在你書座上 勇於思維 因為我從今天開始要啟蒙 所以勇於思維 You will become independent sovereign subjectivity 你就成為主人了 那黑格爾曾經在講過這個主人跟奴隸有什麼區別 主人跟奴隸有什麼區別 其實假如我們沒有啟蒙的話 其實我們的心靈狀況是slave 是奴隸喔 林肯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說 If slavery is not wrong then nothing is wrong 假如奴隸制度不是錯的話 那沒有錯的事啦 殺人也沒有錯啦 但是從這個 所以黑格爾發展出辯證法就是說 主人跟奴隸 事實上對不起 你的心中也有可能是一個奴隸 可是你也可能是主人 為什麼 因為當你自己強迫自己去接受外來的權威 不讓你的思維成為主人的時候呢 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奴化了 所以奴隸這個不是說以前林肯那個奴隸制度 其實奴隸是大部分發生是在什麼 在你的頭腦裡面 是因為你的頭腦裡面自己先把自己當作努力 你不允許自己當主人 所以要成為思維的主體 成為有理性的人 讓你的知識是活的 是會成長的 而且你是會創造的 不要聽聽Copy老師的東西啦 那第三點就是說 Develop your own critical analyzing and di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那你成為有思維的主體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懂得去發展 研究要發展 我常常說台大會從100名進入到前10名 只要我們台大好好的變成一個研究型的大學 你自己能夠懂得成為自己主人的時候 你就會主動的想要去研究發展 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所以其實最高的科學其實根本不是自然科學或是電腦 最高的科學其實是人文科學 為什麼 因為假如一個國家一個人民 黑哥講說一個國家一個人民 對自己的自由不懂得尊敬 一個國家的精神 一個民主的精神 假如對自己的自由領悟越少 那這個國家就會變什麼 就會制定出現不好的執政者 這個國家就會制定不好的法律 然後再用這個不好的法律來掌控操縱人民的自由 所以這個國家就進入奴性的狀況 這個國家就變成一個奴的國家 其實很多亞洲國家幾乎都是奴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有的民主 事實上我們被洗腦了很多年 我常常說民主有什麼不好 但是耶安洛克有一次在講說民主到底有什麼腐敗的地方 民主不會腐敗啊 他說對不起啊 因為民主選出來的人不是黑道就是財團 那個百分之一 他永遠在操控經濟的那些人 又來操控我們的法律 早期很多做在審議會或是國會的 其實都是黑道 都是用錢去買 然後進入 然後這些人來幫我們國家制定法律 然後叫人民遵守這個不好的法律 然後這些司法官 檢察官用這個不好的法律 來處罰人民 所以法律也會議化 司法官也會議化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因為 第一個議化就是他 這個製作法律決定法律 他是沒有缺過法律的 美國到現在也是一樣 美國很多像孟山都啊 什麼這些毒種子 他們是透過遊說團體 然後讓那些議員投票支持他們 然後建立一個法律是可以保護他們的 所以他們到現在都很囂張 沒有人扳得到他 法律也會議化 所以我們要感謝耶安洛克 他說大家以為這個 民主的社會法律怎麼會議化呢 民主不就讓人民做主嗎 但是對不起 我們的法律之於社會 就像靈魂之於人 對不對 人沒有靈魂就人會死掉 可是國家沒有法律 可是問題是法律被一群人 把他弄得烏雞巴黑 所以民主時代最大的一個崩潰 最大的一個腐敗呢 就是因為法律從根裡面議化 但是人民一點辦法都沒有 人民是被綁架的 所以我們在你看每次的選舉都有買票 其實民主在選舉的過程也充滿了corruption 腐敗 那其實是人民頭腦裡面他奴性腐敗 願意去投票給黑道了 願意投票那些不行的 然後來掌控我們國家的資源 所以陳教授我們一直在去年就在立法院開了一個 誰賭了我們的錢 那時候我開張民意第一話就是說 假如民主沒有辦法改變他的立法程序 假如民主沒有用最高階的人才來去製作法律的話 這個民主的異化是周爾夫子就是不斷的循環的 因為沒有好的法律就沒有好的政策 沒有好的政策就沒有好的司法系統 沒有好的司法系統這個社會 那些有能力能夠逃稅的人 那些有能力能夠避開法律的人他都沒有罪 沒有錢的人他就被判罪 所以法律也會立法 所以我們要第五點我說 Develop the full freedom of your thought of your freeware of your free spirit of your free creative aesthetic of your critical intelligence of your own free genuine potentials that God has put into your micro spiritual cosmos 所以說人的自由必須要完全發揮到最高 其實這個也是黑格爾不斷的講 他說這個在希臘時代 羅馬時代 在獨裁的時代只有一個人有自由 只有皇帝有自由 希臘羅馬時代只有那些貴族有自由 那一直到基督教出現的時候 這個日耳曼民主才覺醒到說 原來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 而且每一個人的自由必須要自己去發揮成長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是上帝種了一棵樹 你從種子一直變成樹 一直開發結果 你都是自我的生命體 你的自由必須要在你這個有限的空間時間裡面 在你這個生命的這個歷程裡面 把你的真正的自由能夠實現出來 把你的創造力能夠實現出來 你的自由意志 你的自覺的權力 你自我決定自己生命的權力把它發揮出來 假如你不是成為一個自由的人的時候 這個社會有很多力量 常常會把你奴化 那你不要看台灣很喜歡被人家奴化 一個母親會把自己的兒子送去給這些民工 把他打死 可以異化到這種程度 台灣很多很多這種例子 所以我們假如不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 那這個台灣就是沒有希望的 第六個啟蒙的要點就是 Develop your lifelong learning and lifel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velop your own system of organic growing knowledge The dialectical, critical and dialogical self-education The best education is to make every student of organic growing and developing self-education life with creative abilities 那你選擇一個自由的一個哲學 把自己的自由化為在最高的話 再下來就是什麼 你要終身學習 因為你的知識要成長 假如你沒有配合終身不斷的學習的話 你的學習的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Lifelong learning 然後Lifelong R&D 就是終身學習 終身研發 然後這樣才能夠保證 你的有機的自我成長的知識體系 是真正建築在你自己的主體裡面 而不是建築在學校 學校的學習很有限 你圖書館沒有開的時候你就找不到書了 但是圖書館關起來 放暑假放寒假 你在海邊散步的時候 其實你都可以透過自己的思維 自己的研究發展 去讓你自己成長 所以最好老師不是台大 最好老師是你自己 為什麼 假如你自己沒有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研發 不斷的思維 不斷的分析 你自己沒有不斷的去充實自己的時候 那學校的學習呢 是這個補助是不大的 所以在德國 我們這個在德國寫這個博士論文 老師第一天跟你討完題目以後 以後對不起 你必須要獨立的去把它完成 第一個不准抄襲任何誰的思想 第二個你必須要自己去做安排你的時間 去把你自己認為對的有機的一個系統 能夠發展出來 然後你發展出來的東西 可以解決時代的問題社會問題 你才有資格被稱為Doctor 被稱為博士 那我想這種系統是我剛剛所講的 它是因為這個你自己必須跟自己辯證 你必須跟社會辯證 你必須跟老師辯證 主觀客觀的一種辯證 你才能真正成為發展自己的系統 然後第七個啟蒙的要素呢 叫做Becoming Become global and universal in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Become open spirit and make your spiritual world a universal open and globalizing world Open your eyes and brains to accept the global and universal truth the universal good the universal beauties of life 就是你第二個 你要讓自己的心靈成為一個開放的 全球化的 global 然後普遍化的心靈 因為你假如我們一般人 在透過這個奴性教育很久了 尤其在中國大陸你可以看見 你假如去北京大學或是去這些大學 其實因為那個黨的那個意識形態太強了 你這個最近那個習主席一上來 說對不起不能談七件事 不能談普世價值 不能談這個人權 不能談媒體自由 不能談膽的錯誤 什麼都是禁止的 可是問題是說 當你一個人他沒有辦法把心胸開往全世界 他沒有辦法去真正 去讓自己的自由思維能夠全面發展 然後教授也不准談這些 這些普世價值的時候 不能談自由 不能談平等 不能談法制 不能談媒體自由 不能談良知自由的時候 那一個人就不成為人了 所以黑格爾說 假如還有奴隸的話 那這個國家將不會有哲學 為什麼 因為哲學就是建築在每一個人 都是自由的這個基礎上 那假如思想的自由 良知的自由 選擇信良的自由 選擇表現自己的自由 這個自由被剝斗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是人的徹底的譯化 我們在用黑馬克思 不好意思 常常把馬克思的東西接來用 徹底的譯化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自由的主體活出來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奴隸 所以我們說 Global Truth Universal Truth Universal Good Universal Beauty 真善美 黑格爾甚至講說 一個國家 一個University University的精神是什麼 Das Gute Das Vater 和Das Schöne 一個真的 善的 美的 世界精神實現在什麼地方 世界精神第一個前哨戰就是大學 為什麼 因為唯有大學才有這種功能 把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最美的東西 最善的東西 最真的真理 還放在這個大學裡面 那Das Vater 什麼是Das Vater 哲學是要幹什麼 哲學是要求真 哲學 就是不受意識形態影響 去發展自由的精神 第二個 Das Gute 就是宗教 宗教求善 大家說宗教是欠人作善 但是對不起 其實你的良知的本質是善 所以你要把這個善 發揮到最大 然後第三個 這個你的生命是美的 上帝給你生命 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給你樹給你看 給玫瑰花給你看 然後讓太陽出來 整個世界存在是美的 所以你的生命也是美的 所以你必須要在你的精神裡面去看到真的東西 去追求真理 去追求你最高的善 你的人生能夠發展到什麼是最高的善 大學之道 再明明德 再親民 再至於至善 中國人的古老智慧 至天子以至於素人都必須以此為修身之道 就是說你要參加大學的教育 你就要完成你生命最高的善 所以你在你這一生裡面 必須要達到這個真善美的境界 這個也是我認為相當重要的 那第八點就是 就是尊重生命 尊重你自己 Respect yourself and respect another Your machine has to be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versal moral law 這是康德所講的 你的每一個道德命令 都可以成為一個道德立法 If you wish to be respected you shall first respect another If you wish to honor yourself you shall first honor another If you wish to be beloved you shall first love another Do to another as you wish to be traded by another This is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moral law 就是你要怎麼帶人 你就要怎麼帶人家 孔子說的 舉手不易勿施於人 你不希望你的東西被偷 所以請你不要去偷別人的東西 你不希望人家羞辱你 那請你不要去羞辱別人 其實敬 respect這個對於我們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first you have to respect your parents 第一個你必須要尊敬你的父母親 因為他把你的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來 the second you have respect yourself 你必須尊敬你自己 因為你的生命可貴 因為上帝將你的生命賜給你 就是要讓你有機會成為最高的善 最高的真 最高的美 所以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 他說什麼是道德命令 你的道德命令 必須在這個道德命令的這一秒鐘 這個同時間成為一個 一個universal law 它可以變成一個道德律 它成為道德律 你要被人家愛 你要先愛人家 你要希望被人家尊敬 請你先尊敬別人 所以這個是我相信在哲學宗教 有一種共同的地方 就是說你必須要去 在你的生命裡面有一個 moral law 道德律 這個道德律是來自於道德理性 然後這個理性首先 就是你在做每一個行為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放之天下皆準 你的道德命令是有利於別人 也有利於自己的 而不是建築在自私的基礎上 那第八個啟蒙的要素 我說 The philosophy is not only to interpret the world knowing and understand the object of the universe The important tasks of philosophy are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optimize the society upgrade your own spirit deepen your self-knowledge enhance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Demitologize the religious superstition analyzing the demonic power monopolizing reveal the root of the reason of social alienation create a structure reforming the society to become a just free equal ruling by law and democratic environment 所以這個哲學不只是要詮釋認知或是解釋這個世界 哲學一個很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改變你的世界 那不要說改變事 先改變你自己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change yourself 先改變你自己 再改變社會 然後呢要有能力去認識這個社會譯化的原因 有能力去找到認識這個社會譯化的根源 有能力去慢慢創造這個社會成為一個公平正義自由平等 然後合以法治還有一個民主的社會 所以Under the high line of the topic of crisis and reform A dialogue of EU, Asia and Taiwan We can start and encourage an enlightenment for all scholars 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啟蒙的要件之下 我想我們可以開始我們這學期的 就是危機和改革這樣的一個題目 所以阿倫 阿倫 館 很出來 很歐 都沒有